事实证明,我们第一个已知的星级访客Noemio是一颗彗星,这个宇宙物体最早是在2017年有研究人员的全景测量望远镜快速反应系统,但心中发现的,它奇怪的,像雪茄一样的形状,它既没有尾巴也没有挥发,这使得它很难分类,有些人甚至认为它可以拥有地外生命。 到目前为止,它被归类了一颗归星,被归类了小行星,甚至被放入一个新的星际物体类中。 小维一大学的天文学家,这下是研究的共同读者KarenMitch告诉我们说,它一直很难让研究人员学习和理解,因为这实际上是一个微弱的物体,我们几乎没有时间去观察它。 在昨天6月27日发表在《自然》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中,研究人员似乎已经得出结论,神秘的星际体是一颗归星,科学家们仍然不知道这颗深红色,长约2624英尺800米的物体从合而来。 但至少部分的图团现在已经被搁置了,一位艺术家对着颗星际物体的插图,它似乎是气体的物质。 科学家们现在怀疑它是一颗归星,而不是一颗小行星。 在我们的太阳系中,他们发现,卢米尔的弧线不能完全解释为太阳,行星和其他太阳系天体的引力作用。 因此,就如研究人员在习论文中解释的那样,物体的加速度的一部分不是由重力引起的,将物体归类为彗星解释了它的电弧运动和非重力加速度,因为彗星可以通过释放气体来推动。 对于这种加速,还有其他可能的解释,比如与太阳风的磁场相互作用,来自太阳辐射的压力,以及阻力和摩擦力。 但是研究人员排除了这种可能性,剩下的解释是乌尔米尔部分是由具体推动的,这表明它是一颗归星。 尼赫说,这项研究决定性地终结了这个物体到底是什么,同时又补充说,任何事情都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保证。 这些研究人员推断出,这是一颗给予所有可用证据的归星,再没有其他解释,如果他们想要扯得的证据证明,这是一颗归星,他们就需要看到尘埃和气体的尾巴,但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的。 这张图显示了这个星际物体在穿越我们的太阳系实的路径,乌尔米尔是在2017年首次被发现。 尽管如此,乌尔米尔绝不是一颗标准的归星,这是一团气体和尘埃的云,通常围绕着归星的核心。 研究人员没有观察到典型的归星尾巴,这个物体也有明显独特的外观。 因此,根据他们所掌握的知识,研究人员发现,关于乌尔米尔的主要迷团是它的起源,研究人员仍然不知道这个物体是从哪里来的。 根据Nich的说法,知道这个物体有非引力运动,就会使它更难弄清楚它的来源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贴近NUC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